10月13日,校领导班子在东厅会议室围绕主动担当作为史智教育报国主题,举行了第三次集中学习研讨,传达学习了部署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。 重点学习,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,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,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交流研讨。 校党委书记陈旭,校党委副书记,校长邱勇等校领导班子成员,以及校党委常委,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参加了集中学习研讨。 陈旭传达了在部署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,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和中组部部长陈希的重要讲话精神。 邱勇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,做了深入细致的导读。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江盛耀做了题为《牢记初心使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》的重点交流发言。 校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熙勤做了题为《关于生态文明的学习和思考的重点交流发言》。 结合深入学习的体会和实际工作的具体实践,邱正、向波涛、彭刚、史宗凯分别做了重点交流发言。 其他与会人员也围绕学习体会与封管工作实践,畅谈学习心得与收获。 联续联续收获。